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年四月余浩铭曾在访谈时脾气已经感情空窗两年 本次在节目中他也大方承认 但是余浩铭与斯琳娜在片场意外被灼伤 已经过去近三年不禁令人怀疑 余浩铭与前女友是在意外发生后不久便翻到扬镳 然而在提及这些细节时 余浩铭则端起了酒杯转移了话题 至于自己喜欢的女生类型 他直言喜欢有思想的女生 以前可能是希望她能带着我走 现在我希望是可以精神上交流 我能带着她走 不过面对主持人逼问前女友是不是圈内人 余浩铭满脸尴尬地笑着说 我们还是谈谈接下来要找的女朋友吧 在娱乐圈谈一段恋情并不容易 除开娱乐的压力 长期分隔两地也常见 对此余浩铭坦言 这也说不定真的摊上了感觉非常好就结婚了 他还忍不住笑着说 自己在感情里算是相当靠谱的 因为责任感是根深在我心里面的 这个我很注重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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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